看到賀君翔的時候 的確就是 就是感覺過廣的一些 他演戲劇的一些樣子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學生 很多的球員都會說 倩倩 有賀君翔耶 你要選他 我就想 那還得看看他能力如何 賀君翔 我覺得他是 讓我滿意外的 就是好奇他的運動能力 這個是以前我來比過賽的 田徑場 台北田徑場 然後就覺得 哇 這完全已經更新過 因為我那個時候來 其實真的就是場館比較舊 然後也沒現在這麼多的設備 然後我就覺得 哇 第一次來 很像參加奧運的感覺 就是看到這麼大的會場 其實 其實我覺得每一次比賽之前 都還是會有一個緊張的感覺 因為你不是知道 名槍那一剎那是什麼時候名槍 所以我覺得還是會緊張 小小的緊張 是不是叫一個軟 沒有啦 就是他等一下跑最快 因為他的腿應該比較長 好 接下來是 男子組的百公尺短跑測試賽 要登場了 B組 第一跑道是賀君翔 他並沒有提供參考成績 第二跑道是陳世安 參考成績是14秒42 第三跑道是王品浩 參考成績是14秒57 第四跑道是吳飛 參考成績是12秒60 第五跑道是王婷筠 參考成績12秒04 第六跑道是徐昕陽 參考成績13秒12 全民心運動會 男子組百公尺短跑的大會記錄是 第二季的林靖倫寫下的11秒87 也是唯一跑近12秒的選手 記錄第二名是潘君倫的12秒33 所以第三季有沒有男選手 會破林靖倫的記錄啊 有一點點高難度的挑戰 是 如果有破的話 那就是也是一樣 手打席就覺得很大 選手 加油就位 加油 加油 一百公尺短跑 來關注下第四跑道的吳飛 跟第五跑道的王婷筠 很快耶 很快 很快 郭君霞 加油 郭君霞 加油 郭君霞 加油 郭君霞 郭君霞 令人驚豔 真的 他沒有提供成績 就是為了要在這裡讓我們大吃一驚嗎 郭君霞 我覺得他整個臉大仗 紅色局長好厲害喔 他是隱藏版人物耶 這個齊豪 我太嚴重了 一分二齊齊 對 對 一分二齊 加油 快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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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了 強強了 這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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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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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 好強 太強了 太強了 好強 好強 太強了 太強 太強了 好強 太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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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人氣不是問題了 我不會有細菁了 最後是要備好喔 好強喔 好強喔 完全出意料之外 對 好強 賀君霞確實讓我有點驚豔 他的年紀也算比較年長一些 然後他提供的測試數據 幾乎都是沒有的 但是沒想到他測試下來 天啊 他是有那個能力 跟那個實力的 小美哥我覺得他跑百米 有嚇到我 因為他年紀比我們長嘛 然後 還維持的體力維持得這麼好 其實確實是令人滿敬佩的 賀君強 1268 有 我自己其實有嚇到 因為本來我想說 起跑的時候我看在 看旁邊 勢安還在旁邊嘛 我想說欸 怎麼跑著就跑著就 我就還在往前呢 我自己也滿壓抑的啊 有一種回春的感覺 謝謝